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过个专辑叫做外国火区在台湾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外国的一些传教士 包括他们的灵医会 在早年时候到台湾来 找一些偏乡的部落去行医的一些故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我就问了一些人 我说我们台湾没有医生愿意到偏乡去吗 他说这种人很少 可是就算这些年轻人想到偏乡去 他们的父母也会有意见 我开准备伯给你去医学院 然后你毕业之后给我去偏乡 类似那种叫做什么 我们一般叫做那个叫什么 卫生所 一个月十七万七八万 哪有可能 所以我对于那种会去落后地方行医的人 我就特别的敬重 因为他所面对的压力不只是经济的还包括来自父母的跟同侪之间的压力 因为他说拜托 去行医怎么会去那种落后偏僻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访问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 真的很让人敬佩 真的 因为第一个他是医生 然后像郑哥所提到的说 他愿意到那些偏僻落后 不是为了赚钱 对 而是为了他当初念医学院的初衷 就是他到最需要的地方 是 去救助最多人 玄虎济世 对 然后而且他也能够出这本书来告诉大家他的经验 所以我们欢迎的就是马街医院小儿科的住院医师戴玉玲 哈喽玉玲你好 带医师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诗诚哥 还有永和姐 大家好 我是马街医院儿科住院医师戴玉玲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开个直播 让大家看看 他有多年轻 对 我觉得他如果去看到他 大家不会把他当医师 大家会说 今天你是带你弟弟还是你妹妹 你知道我们制作人 我们制作人看到他 那只有三个字 就是大苹果咬一口 因为他是小鲜的 这本书叫做穿越一条柏油路到古都国 因为想到去非洲 我就想到三个字 莲嘉恩 对不对 因为莲嘉恩当初也是因为服国防替代艺跑到非洲去行医 他回来也出书 然后他也感触很深 没想到你就是受到他的这个书的影响 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高中毕业的时候念的是成大生命科学系 一开始不是从医的哦 我是念到了大四的时候 我开始思索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做四五十年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就去成大的医院当志工 在当志工的过程中 我发现到是我前所未见的世界 因为我平常是做研究的 是在实验室里面钻研这些学术 结果在志工的过程当中是很不一样的环境 那些人都 那些病人们都是那种饥寒交迫啊 跟我自己一个很优渥的一个大学生 很不一样的一群人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帮助他们推个轮椅 推个病床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到他们的一句谢谢 可以让我感动一下一整天 你专门是serve那些家境有状况的病人吗 我们没有特定的 特定的 可是就是有些人就是 其实经济是有状况的 所以不是那么的 而且是不太有人照顾的 但是有流浪汉过来 我们也要去帮助他 你那时候大概频率是多少 比如说一个礼拜在那边几天 一次几个小时 我一个礼拜六日就去个两天 哇人家大学生都在玩的时候 你礼拜六礼拜天就奉献在医院里 你看多么发心啊 一个早上或是一个下午 这已经很让人感动了 因为坦白讲 那就是会把你的时间 让他零碎化嘛 对不对 比如说早上 人家可能要出去一整天的活动 你就没办法参加了 所以你在那边你发现说 你有兴趣 可是人家有兴趣 可能也去念医学 念社会系啊 做社工啊 你怎么转生命科学转医学系啊 没错 那个时候啊 我就觉得说 我看到医院的病人 还有跟医师的互动 我就觉得好感动哦 就我很想要不只是当志工 帮助这些病友们 那我想要成为医师 我想在第一线 能够去握着病人的手 然后陪伴他走过他痛苦的时刻 那所以你没有把这个生命科学系念完 就去重考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推荐上 陈大生理研究所了 我可以去念当初师生 天哪 他的故事真的可以写成电影剧本 对 可是我想问一下 那你为什么决定说 觉得一课都不能再等 我就是要重考 你为什么不干脆大肆把他修完毕业 再去念学生文学系呢 没错 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政府有规定说 如果你一个大学毕业的话 男生你要再念一个同等的学历 一个大学 你必须要先当兵 兵对 那个时候我很想要像我的偶像 连家人一样当外交替代医 去西非服兵役 所以我那个时候 但是我如果成大 我拿了我的毕业证书 我就必须要先服完兵役 才没有办法 是用那样的外交替代医的方式 对 我必须要先服兵役 你才能够去圆我的医生梦 但是我觉得梦想真的一刻都不能等 我就 我必须要马上放下一切 所以我就把我四年的学历 然后甚至我的研究所都放弃了 哇 家人有没有反应 对 你的家长 如果我是过他的家长 你头部派掉了 一定会这样嘛 对不对 没错 郑大哥 真的是说中了我爸的心声 我爸跟我妈那个时候就觉得 哦 怎么会这样子 本来要去当一个研究生了 怎么还要回去重念大学 甚至重去当一个高中生 你是成大的高材生了 突然就重去回去当高材生 都已经正式上了 然后你去 不是 问题是你是有那个志向跟想法 他不见得会实践啊 对不对 你考也不见得会考上啊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爸爸那时候怎样 那个时候呢 他就觉得 因为我妈妈以前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考上成大的时候 他有说 你要不要跟你的同学 我很多同班同学去重考医学系 哦 他说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 哦 可是你知道年轻人就是 不喜欢被 被执许 对 被约束 嗯 没错 就是 家里的大人 老人家 老师 你们说什么我就不要 对 你越讲我就越不要 对我就越不要 而且高中好辛苦哦 我宁可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大学生 对 然后远离家 远远的 哦 但是 没想到四年之后 是我自己提出这个要求的 哦 所以我妈跟我爸那时候就吓到了 但是后来是我妈妈 嗯 一起说服我爸爸 哦 你看有这样的吗 那爸爸最后是怎么样 怎么被说服 我爸爸最后就想说 竟然我妈妈 我妈妈以前就有帮我准备一个 一笔教育基金 嗯 那我练到硕士博士班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个教育基金拿来去重考班 哦 有我的一生梦 那我爸爸就觉得 好吧 虽然他呃 辛苦了很久 那就再辛苦个八年 嗯 不是 而且他妈妈怎么说服他爸 我就说 你知道 那个 老爷 我跟他说 这个玉琳哦 是 人家叛逆期十五岁 他叛逆期是大学毕业以后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比较叛逆一点 对 不过这样讲起来 其实妈妈心里头 本来就是希望你练医学系 对啦 是不是 嗯 他就小时候有过这个梦想 因为我的外公啊 外婆啊 都是因为癌症过失的 嗯 那只是很可惜的是 我后来 我妈妈是在我 真的考上医学系的第二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疾病过失了 哦 所以她后来没有看到我大学毕业 哦 但是你带着妈妈的爱 对 真的 到世界的这个角落去 然后让妈妈的爱可以发挥到最大 妈妈 妈妈跟你永远在一起 嗯 所以等一下 回来我们要来 来聊的是说 好 那你就算是想做医生 然后为什么是想到非洲去 当然你刚才有提到说连嘉恩对你的鼓舞 对 可是那个毕竟就是一个想说我 一个 hint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对 更具体的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更加的觉得说我一定要去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待会来聊 POP POP POP抢先报 12点18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 台湾流行过 我们的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用和 来到现场是穿越一条 柏油路到古都谷的作者 他现在是这个马街医院小儿科 住院医师啊 戴玉林的一个年轻人 古都谷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等一下要请玉林来告诉大家 不过来谈谈 你刚才提到说 放弃已经到手的研究所 然后要去重考 那重考就是想当医师 来帮助别人 可是后来是怎样 会踏上到非洲的路呢 那个时候 我其实大概都有知道 连加恩的故事 那直到我重考的那一年呢 连加恩把他两年 在西非福替代义的故事 写成一本书 爱戴西非连加恩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哇 你书中写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你一开始只是先听过他 后来是重考的时候 看到了他的书 看到他的书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哦 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能够去到西非 去感受那个45度C的那个大太阳 然后去踩在那个没有水泥地的红土路 那甚至是跟一群黑黑可爱的小朋友们 去相处去接触 我那个时候 那一刻我就真的很想把我整个人 就丢到西非去 我很想要看他书中所说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 我想真的走一趟 他梳理了所有的场景 你的性格里面是存在那种 呃 燃烧的热情吗 嗯 一般人看到这个 这个 就不会想说 我要去看大太阳 嗯 然后去过那种苦日子 嗯 然后我就要看这些 但小朋友 我们也喜欢 小朋友OK的 那其他的那些外在的条件 他不是一个你的生活 长期生活在都市人 嗯 年轻男孩 可以想象 对 通常不外会的 想要去的 好 那后来呢 嗯 后来呢 我就考上了高一大 嗯 那在这七年的途中呢 我一直有一个这个非洲梦 跟你这样一样的非洲梦 嗯 那在我大三的时候呢 我跟我几个同学一起当国际志工 嗯 可是那一年呢 我本来要去印度当志工 抱歉 我要去非洲当志工的 嗯 结果呢 英雄阳叉德就把我分配到印度去 嗯 我第一次知道我要去印度我很难过 嗯 因为不是你想象的 对 这不是我的第一次 可是印度的偏乡也是非常落后 是 他们的城乡差距很大 是 我反而在那边又开措了另外一个视野 嗯 怎么说 我了解到所谓的街民 嗯 嗯 印度有很多的街民 嗯 那这些街民其实是台湾的流浪汉 是啊 我在台湾真的是完全走过去我都会闪躲 闪避他 然后眼神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交流 我跟我不管碰他或跟他讲话 嗯 如果他今天来跟我问我一定会闪圆圆的 嗯 但是在印度呢 因为国际之功 所以我被迫的每天要跟这样子的人接触 哦 他就他们就是你们协助的对象嘛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大的冲击 对 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生活一个比较犹豫的环境下 我想很多大部分年轻人跟我一样 嗯 完全跟流浪汉是没有交集的 对 可是在印度我每天都要去碰他们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不自在 嗯 但是呢 我发现啊 外国的志工不一样 嗯 特别是一个荷兰的女生 嗯 那个荷兰的女志工啊 他每天都去把那些脏脏的小朋友抱起来 嗯 轻轻扰扰的 嗯 嗯 很多的小朋友也就是这样子 对啊 在街上 对 哦 他们 哦 印度特别这样做 哦 是 很多 哦 就是流浪街头的人 哦 他小朋友 他的家就是他手中的一片草属 外面 曹石 那他大人那些流浪汉的大人 街友他也抱他们吗 他也是会去跟他拥抱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很不习惯的 我们其实不常去抱人 所以有一天我忍不住问那个荷兰女生说 你每天要去抱他你不会觉得很脏吗 结果荷兰女生跟我说 今天我脏了我回旅馆就可以洗澡 可是他不知道他下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甚至不知道他下一餐是什么时候 真的而且我觉得一般路人的眼光 对这些小朋友就是一种伤害 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调侃 我如果跟你把他抱起来 我觉得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今天去发很多礼物啊 然后把礼物丢给他 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了 感觉像是有施舍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在做国律志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的一点 就是你真的要去跟你接触 你帮助的对象 肢体上去碰触他眼神的交流 我很崇拜的德雷莎修女 她最近刚丰盛人 丰盛 那她说过一句话 她说在帮助穷人之前 谁要让自己成为穷人 我想她的意思不是只说 真的把所有的财产都抛弃了 而是说 而是你要能够真的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有一次你抱起一个小孩的时候 她也做了一件让你 对 很糗的事 她怎么做 超糗的 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要跨出第一步 我就把一个脏脏的小朋友抱起来 没有穿衣服那一种 结果 我就觉得我身体湿湿的 她小便了 她尿了 她就一整个拉尿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觉得其实很开心 我虽然衣服可能脏了 可是我的心是干净的 而且另外一次还有是 你看到一个街友 她是完全就是 是伤残的 那次也给你非常大的冲击 对 那一次就是我们在做 一个阿嬷 那次就是我们在 做很多伤口的包扫的计划 结果呢 我就发现到啊 有一个街 一个阿嬷她走过来的时候 她的脚上面是捆着一个抹布 抹布外面有很多苍蝇 是抹布哦 不是纱布哦 不是纱布 他们并没有钱 他们也没有知识 当地的人啊 会去挖机车机油涂在伤口上 啊 他们以为那样子会 会让人家痊愈 是 但是其实我们在台湾 的环境 就算你没有念过什么书 其实我们都知道 也会直觉的觉得 对 不应该 OK 我要讲一下 我说这些街友虽然他们贫穷 可是他们人格不比我们差哦 没错 我举个举个例子 他们美国做个实验 他们街友就给他一整张的披萨 对 结果后来 结果有一个人就装街友就说 我肚子饿 可以给我披萨 他说可不可以 没问题啊 因为 因为是刚刚人家给他 他身上没钱哦 然后就吃一次吃的说 他就另外那个装街友的 因为他这个电视 电视的实验 他说 他说我对于你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自己没有 他自己刚拿到人家给他披萨 他有一块面包 对 分人家一半 然后就 他说我谢谢 我有些钱我给你 他给他好像是一百块 那个街友当场就哭了 他可能是被逼着去当街友的 所以说不要把街友当成是说 好像你们都是这个懒惰啊 没有怎么样 不是 对 有很多是大环境的因素 对 好那当然对印度来讲 那个大环境的因素会更强烈 所以那个阿嬷 脚上裹的是抹布 然后呢 然后他外面很多苍蝇在飞 我们一把那个抹布掀开 里面就是一只一只在蠕动活生生的去 然后呢 我们就必须要帮他把去挑出来 然后帮他擦药 帮他扎伤口 再请他定期的回来我们这个检疫的医疗站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直觉的倒退三步那种感觉 有 我一开始想说 哇 这是什么东西 在台湾我只有看到水果会长蛆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会长蛆 就算我在医院这么久了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脚上有长蛆的 因为这超乎你的想象 对 超乎你的想象 因为很多东西就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我们你知道那个那个玉琳 小时候因为我们看过贫穷家庭 那个有头长 也是头长头长那个狮子的 很多 现在当然没有了 对 怎么会长这样 那他们家就穷啊 或是没有知识啊 那你超乎你的想象 问题是人家也是这样状况 没办法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更加的知足了 我们可以生活在台湾 可能走三步就有一个诊所 走五步就有一间医院 对 真的是非常 而且要什么医院有什么医院 对 所以等一下回来 那我们要谈谈 在这次的这个印度之行之后 那是不是你 让你对你的人生志向更加确立了 然后 那你又会怎么样是从印度 然后 真的又走到非洲去 而且告诉大家 等一下告诉大家 这古都古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马上回来 时间是中午的12点29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师成 来到现场是穿越一条博物路到古都古的这本书的作者 他现在是马街医院小儿科住院医师戴玉林 戴医师 我们叫玉林 因为他很年轻 那戴医师比较感觉上像年纪大了 但是我们要谈的是 你后来从印度回到你的学生生活 继续的 那然后呢 怎么样的机缘 怎么样的这个 那是大三的事情 让你可以到非洲去 我大三从印度回来之后 其实我又更向往了志工的旅行 因为我在印度学到了很多 我学到什么样叫做志工的第一步 就是放下身段谦卑的与不同的人相处 那也是个impact 对 是一个终极 对 那我一直有一个非洲梦 是脸上点燃的这个非洲梦 我就想利用我最后一个大学时期的暑假 我要去远这个梦 就是出大三升大四 不是不是啊 大五升大六 你们那时候最后医学系的最后一个暑假 不是都应该到医院去实施吗 不是很忙吗 我们六升七的时候就是intern的 哦 六升七要去intern 所以五升六的时候 OK 好 然后呢 那那个时候我就申请到 课委会的竹梦计划的经费 还有很多的企业的赞助 我就自己一个人哦 就飞到了西非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 到哪里 要打预防针 要 要吃粒籍药 都需要准备 因为用何去过 所以大家都打 打预防针吃那些药之后 会有反应嘛 生理反应 我知道我们很多媒体都吃完以后 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你只要跟着专机要上飞机的 一定要打这个预防针 对 因为你要去飞救急 要做这些 然后呢 所以做足了这些准备之后 我就一个人 然后背起了行囊 然后冲到了西非 那我最主要服务的地方是 莲家恩所盖的孤儿小学 林恩小学 林恩小学 孤儿小学 这个小学呢 是专门收容爸爸和妈妈过世的孩子 因为在不简单法说 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有念过书 嗯哼 那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里之外 没水没电的环境 嗯哼 一个家庭平均有六个孩子 嗯哼 所以大概只能有第一个老大 而且是男生哦 还能够练书 哦哼 第二个以后不用想 哦 一辈子跟教育无缘 嗯哼 所以莲家恩当时 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在那边看到了这些需求 嗯哼 所以就跟台湾教会一起合力盖了一间孤儿小学 哦 所以你就去到那个布吉纳法所 对 在古都古那个近郊的孤儿小学 哦 古都古就是在布吉纳法所的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城市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 嗯 不是 狗嘴狗 狗嘴也不是 它叫 它的名字叫古都古 这样讲啦 布吉纳法所 整个国家 是 都是贫穷的 所以 就算首都 就算是它的这个 其他的城市 不要想像 可以这样想啦 首都尚且贫穷的话 何况是其他城市 例如像古都 不要想像有很多高楼大厦 那种首都 不是 对不对 不是那种首都吗 是 最近 现在比较好一点点 最近有一些什么建设啊 慢慢的有一些的投资 稍微好一点 但是其实也是局限于首都 那古都古是在离首都 一百公里外的地方 其实还没有发达到那里去 一百公里外很远 所以 你到那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就是热 果然就是那四十五度C的天空 你不是要去看太阳吗 没有错 第一印象就是觉得 哇 真的好热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完全吃不下 那个太热了 就没什么食欲 后来呢 我发现到的是 反而是人性的丑陋 怎么说 因为我一开始啊 就是出去那个街上 要问路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 他要当我的导游 我说不用谢谢 我要走的时候 他就跟我要钱 问路也要钱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我就赶快跑走 可是这也是第一桩而已 对 后面还有更麻烦的 后面更多了 开始一堆人把我当肥羊了 我走在路上就会有人跟我说 哎白人 他就把我当白人吗 因为你的皮肤比他们白很多 当然叫白人啊 白人一百块拿来 有点抢劫的意思啦 对 然后手机给我 这样子 或者说相机给我 然后是我要吃糖果 就把我当圣诞老公公 就一直跟我要东西 那你都有给吗 没有啊 我就觉得很难过 我想说 我是来当志工的 我是来帮助这群孤儿的 对 就真的很难过 特别是我孕一批物资过去 海关还跟我扣税 他跟我扣台币 两万块的关税哦 这是 我问你 这是真的扣税 还是个collection 郑大哥厉害 我请我当地的农集团的学长 杀价 两万变五百 对啊 我们非洲的那个税法 是非常有弹性的 我跟你讲 所以 很多国家 目前这种还是很严重 对 要钱 不然你过不了出不了 对不对 坦白讲 就是有一些国家 领导人是有钱的 或者你只要有权利 有办法的人是有钱的 而且用何对不起 不愿意把钱用在 真正的建设上 他们很多公务员 把这种要钱 当作一种 他们的游戏规则 对 就是要钱啊 对 不只是你 他不只是 只要是 他们海关的 他都要钱啊 对 他可能还觉得 我怎么那么不上当 对 好 那看到了那边的人性的丑陋面 可是 你接下来 到了那边的孤儿的这个学校之后 又看到了什么呢 没错 反而我一开始是很难过的 但是 我还必须还是要完成我的志工的行程 所以我到了 古都古的灵感小学 嗯 在那边是另外一群可爱的孩子 我只知道了人性的纯真跟善良 嗯 小朋友远远的看到我走过去哦 一窝蜂的冲过来 用抢的 看谁最先摸到我 哦 OK 这是他们的一个游戏 对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除了小朋友之外 你自己也交了一些 当地的大学生朋友 是不是 对 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走在路上啊 那会有很多的人 还好想要认识我 他们其实很单纯 我一开始是带着敌意的 我想说 你是不是要跟着 你要来要钱 要像你 要手表了 你要要什么了 对 他没有 他要的只是一个友谊 他想要跟我练习 讲英文 哦 大学生想要跟外国人讲英文 而且就是我们 不要 不要 不要把人家就当成有敌意 对 因为被那些不好的人影响 把所有的 这个 这些在当地人都当作是有敌意的 没有这回事 对 所以你在那边 有认识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有 然后两相比较 你发现真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嗯 呃 其实那边 不管有没有受教育啊 他们其实都有 这种跟外国人要东西的习惯 嗯 那 但是我 那影响我最深的话 我觉得 呃 不只是我认识那个医学的 院子学生 因为我认识他之后 他最后把他离开的时候 他还是问我说 手机 我可以卖给他 卖给他吗 对 卖给他 他比较好一点用卖的 但是 嗯 OK 意思很完整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呃 后来我反而认识了一个就是物打物装认识的一个心理系的学生 嗯 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为了闪躲他 所以呢 我就 我骑着脚踏车 他骑机车 嗯 我怎么样甩不掉他 嗯 最后我用一包那个 优格 哦 那边其实有当地的优格 蛮好喝的哦 嗯 我就买了两包 然后想说我把你甩掉 我一包给你了 嗯 结果呢 过了几天 他每天就去我的那个宿舍的外面 哦 去敲门 哦 要优格 不是 嗯 他想要跟我做朋友 他要送我一件衣服 哦 真的哦 嗯 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误会他了 哦 我是用小人之心 哦 你说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对心理系的学生 对 可是他们其实都 普遍都非常穷啊 不管 就算念书 因为我看到你书里头提到 就算念医学系 嗯 他们也只有一支原子笔 对 很多人啊 不仅仅的大学生是 你念一年 然后工作两年 赚到了钱 下一年的学费 再回去念一年 然后又休学两年 又再去念一年 这这还好 因为这跟美国差不多 美国也是因为大学生 可是问题是 他们的这样的 这个 的大学 很贵吗 还是 不像外面这么贵 因为台湾医学院是很贵的 嗯 他们那边的 普遍是贵的 哦 而且因为大家都住在很偏僻的乡下 嗯 布吉娜有七个台湾这么大 哦 哦 所以很多人住在乡下 但是大学就可能就这么六间 全国六间学校而已 哦 所以为了念书呢 真的是你要就是 就是离家千里啊 然后到了都市去 哦 所以你所有的这个吃住 七个 都是一笔费用 而且重点是 你刚才提到 跟美国比 人家美国有很豪华的教室 对 有很好的这个金美课本 对 对 嗯 他们没有课本 没有 大学生啊 他们买不起原文书 嗯 所以他们的书就是用copy的 哦 没有copy的直接就是抄 嗯 老师会写在黑板上 他们就直接把老师写的东西 全部抄下来 变成他们的课本 哦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好那你要抄 你要有笔啊 对 那他们的笔就是很简单的 一只原子笔 对 就这样子走透透 就这样子走透透了 哦 不像我们台湾有很多很 各式各样颜色 成十几种颜色的笔都有啊 而且你可能一个签笔打开 有三五只笔 他们一只笔 对 玉琳不好意思 想当年我们没有著作全法的时候 我们大学生也都是用copy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没错 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玉琳在那边当地 还有些什么样的这个 建文 奇遇 对 待会回来继续聊 12点42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流星广 电台pop抢线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的是 穿越一条博游路到古都古 这本书的作者 目前是 马街医院小儿科的住院医师 戴玉琳 你知道 你知道看到这本书 我想到我的偶像 澳大利赫本 他晚年的时候也是在非洲做这样的 慈善 慈善事业 帮小朋友 我是看到他抱起一个好瘦好瘦好瘦的小朋友 我感觉真的很想掉眼泪 我觉得对于当地的人来讲 他们可能会觉得像刚刚提到澳大利赫本 像这个连家医师 像这个带医师 都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 真的 可是反而对带医师来讲 他觉得那儿有些人才是他的贵人 比如说一对母女 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对母女是蛮很可爱的 我第二次回去是医学系毕业 那个时候跟连家医一样 服外交替代医 到医疗团 十个月的时候 所以你升大六的时候去了一趟 对一个人去 毕业的时候又去了一趟 又再度回去这个地方 因为我很想再去看看他们 最近过得怎么样 那我那个时候认识林恩小学的孩子们 他们未来的 就有没有继续念书啊 我很想要去了解 那这次回去在医院里面 看到了更多的生老病死 之前是比较服务范围 主要是在小学 那这次第二次回去就主要是在医院了 在医院 在医院 然后 像刚刚佣和姐说的 就是那个那一对母女啊 这个妹妹呢 呃 她有一个嘴巴的一个囊肿 她有多大 在上嘴唇 11岁 在上嘴唇 在上嘴唇的地方 那需要手术吗 需要手术吗 必须要手术 OK 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有牙医师的一男过去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帮她 把这个囊肿 大家帮她切除 那这段时间呢 其实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最多最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家里经济的问题 嗯 很多时候我约她回诊 嗯 她还没手术前啊 我们约回诊的时候 可能她来个两次就不来了 哦 你们这样的费用会很高吗 我们的医疗团的门诊是免费的 免费的 要用到医院那边的资源 设备 当地医院的 设备 就不是我们医疗团的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出不起 必须要钱 对 他们出不起 她就拍个两张就不来了 嗯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拍两张S光片 嗯 就花掉她的钱 嗯 在台湾可能我们觉得拍S光片很简单 健保 而且现在是健保 不用出钱啊 对 不用不用 只要过号费就可以了 对 可是在不检法不是哦 你拍一张S光片 你大概需要花一只鸡的钱 哦 所以必须她必须选择 如果今天 那个妈妈让女儿拍两张 因为我们不需要对照 可能全家就饿肚子了 就饿肚子了 全家必须饿肚子 可能一个礼拜 嗯 就是不能吃肉了 对 而且你知道我看到加安的这个书里头 描述的一个小小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场景 看了很让人感动 因为她提到说 这个母女来到这个诊间的时候 他们会做一个动作 嗯 会把鞋子 对 脱掉 对 因为 呃 这个乙莲美 美眉叫乙莲 乙莲她非常非常的有礼貌 嗯 她进来的时候 会先把她自己的鞋子脱掉 嗯 因为她的家住在乡下 嗯 她每次来看我们的门诊 要骑15公里的脚踏车 然后路上尘土飞扬 15公里啊 15公里的脚踏车 嗯 来一趟而已 嗯 那所以尘土飞扬之后 她的身上可能就会一些灰尘 嗯 她会把她的鞋子脱掉 嗯 然后再进来 嗯 而且她都会怕 脏我们的诊疗仪 嗯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好棒的地方 对 是个很干净的地方 不要把它弄脏 就是你 你这样想她的心 没错 所以人家这小女孩的家教多好 嗯 而最难人可贵的是 她妈妈跟她都没有受过教育 哦 那可是为什么你觉得 她们是你的贵人呢 因为 最后我们终于帮她 完成她的手术了 但是 我们知道她家里 是 的确是有困难的 嗯 所以我们几个一男 我们动用了 我们的这个吉兰救助基金 哦 我们一男之间有一笔基金 哦 本来是你们自己 对 本来是你们自己 如果在当地有什么状况的话 需要动用 等于有点互助会议的那种感觉 嗯 对 但是这笔钱 本来就是希望用在病人的身上 哦 OK OK 我们这笔基金 我们这笔基金我们就动用了帮助医研完成这个手术 嗯 那我 因为这 这她的手术不只是手术费用 还有什么要给医院的住院费用啊 所有的药物跟这个耗材 甚至她跟台湾很不一样哦 你那边的一针一线 一只手套 一片纱布 都要 都要钱 OK 所以病人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东西都背齐的话呢 你不能开刀 嗯 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说你开刀开刀一半就停了 嗯 因为线不够了 嗯 嗯 啊 这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事 是 好 然后呢 那后来我们就真的帮她凑足了一切完成手术 啊 之后啊 嗯 回诊的时候呢 那个 以莲的妈妈就掏了四张皱皱的这个当地的一千块给我 她手术费用总共大概是两万多块钱 哇 哦 当地币 嗯 她掏了四张一千块 四千块给我 嗯 那个时候我就很讶异我跟我的助理翻译说 嗯 我们没有想要拿她的钱 收钱 嗯 我们没有收 嗯 但是以莲妈妈这个动作让我很感动 嗯 我最感动的是因为她其实是神武风文的 嗯 那她也没有念过书没有受过教育 可是她懂得什么叫做知恩 嗯 而且她懂了什么叫做尽力 嗯 她想办法去弄到那四千块钱 她的确是想办法去凑到这个钱的 那她要谢谢我们 她完全不把她得到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对 当作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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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该帮助我 是嗯 是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的 没错 不是那四千块钱说 对 我知道你在帮我 那我要想办法尽尽我的能力 对对 希望能够 尽力有些报偿 对啊 而且她真的 那四千块一定是借来的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在那一刻我真的到真的知道说布吉纳法索他们的人名是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有礼貌的 真的 嗯 所以因为这对母女也让你改变了对布吉纳法索的一世的印象 对 本来在路上遇到一些有 有一些 有一些不好 就是不好想法的女人说她怎么这人都这样 对啊 可是看到这对母女发现说不是 没错 就是一样米 对 这对比真的非常明显 就像那些海关的那些官员们 对 然后在我身上坐的 跟这一群这一对母女住在乡下里面与世隔绝的一个环境所做的一切 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我对人心我开始改观了我开始转念了嗯 我本来觉得他们是很容易跟人家要东要西的一群人但是我转念的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分享的概念嗯 今天我家里都有一只鸡我就会杀了然后请隔壁邻居一起来分享这只鸡嗯 所以他也会认为如果明天呢你家里可能多了一包米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跟你共享那一包米嗯 是一个分享的概念人与人之间是很靠近的哦 真的因为日本有拍过片子也是日本日本日本女孩子交到外国去也是有个国家 嗯晚上什么厨房别的别的家里的人跑到他们把他昂贵的鲑鱼罐头吃掉了对 后来他们问他那个男主他说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分享的没有错对啊对对对对 所以这不是偷啊只要你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互相互通友误嗯 所以包括一些这个病患他们还会分享药物好你在书里头也提到嗯 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病人是血丝虫就橡皮病嗯 这个在台湾以前是有的但是现在绝肌了绝肌 那这个橡皮病的药物非常的昂贵嗯 当时啊全省哦都没有这个药物嗯 所以我真的是找遍了我们各大的这个药局啊都找不到嗯 没想到有一个病人呢他可能透过他的亲戚的一些关系 他手中握有这个药物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跟他买一点点嗯 就在台湾的时候在不紧张的时候 在不紧张的时候当地的病人啊OKOK 当地还是有血丝虫有这个药物有权食的人物好不好 OK好然后呢 他跟我说这个药物他全部送给我 哦真的哦 我很讶异欸 这个药物真的很昂贵 他是家里很穷的还是就是我们说的有钱有势的家庭 他家里很穷 他可能是透过不知道什么朋友的朋友的親戚的亲戚 一般人的话如果是那种比较恶劣就用雕的 哦 这个跟我讲价钱吧 你需要的话 对你是医生嘛 你是台湾来的 育好人啊 一定没有钱嘛 对啊 那一颗那你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完全是免费送给我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艾滋病的病人 他知道什么叫做受苦跟受难受疾病所痛的人 他懂得尊重生命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他也乐意跟有需要的人分享这个药物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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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格非常的高尚 清操非常的高尚 我想唯有痛过才知道别人的痛 真的 而且这里头你还提到一个取水的故事 也是就此就可以看出来不吉纳发索的观念 对不对 什么故事 很久以前呢 这个曾经有个外国人 然后到当地去 那他想要把水原地接一条管线 然后让他家里面可以有水用 当地人反对 不吉纳人说 我们要把水留在那边 你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就好了 我不要把它站过来 这样子别人就没有水可以用 所以他不是那种 好像我们以为光想到自己 他是会想到大家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开始呢 也是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很不太能适应的 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啊 我会跟 我在路上遇到 不认识的人 我可能都会打个招呼 就在不吉纳很常见 完全不认识的人必须打招呼 问你今天吃饱了吗 或者你等一下要做什么 非常常见 可是在台湾当我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 就很奇怪 大家会想说你要干嘛 对 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带我们看到了 这个不吉纳法所的一些 就是刚刚加安讲到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再去行事一下自己的心是不是很柔软 是不是乐于分享 是不是可以帮助别人 人心的光辉不是只是好莱坞电影看得到 我觉得在在真实的生活它实际存在发生着 而且是世界上最最偏远的一个角度 对而且不要说人家穷人家就没有高尚的人格 完全错误 所以这本书玉琳告诉大家是说四万六千公里 他带着梦想走在地狱与天堂的日子 而且一念之间那边是地狱 可是一念之间那边也可以是天堂 而且玉琳说这本书的版税全部捐给不吉纳法所的令恩小学 对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玉琳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你对世界上的这些的朋友所做的这些事情 非常感谢玉琳谢谢你 对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制作人高培萱 企划制作蓝婉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